雅黎一年里抓取公仔五千多只,偶尔用几只小公仔去兑换大公仔,这些公仔在家中堆积如山。 雅黎有时能用20分钟轻空一台娃娃机,但有时也会在洞口处失败多次。 在一个游戏厅里转了一圈,雅黎并没发现适合下手的机器。 抓娃时雅黎会在身旁放一个大号编织袋用来装公仔。 熟练的抓娃技巧和一袋子的公仔常常招来路人驻足停探。 摆地摊是雅黎处理公仔的其中一种方式,售价十元一个的公仔两小时能卖出十几个。 雅黎在为自己的抓娃娃机捕获。 太阳刚下山清源老城商业区的街道就被各式广告灯箱点亮。 雅黎肩上跨着一个大号编织袋穿梭在车水马龙之中,目的地是抓娃娃机游戏厅。 迷上抓娃娃机以前,雅黎总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游戏。 2016年,雅黎偶然发现她能在同一台机器上两次都抓到公仔。 此后她对这个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要是掌握了游戏背后的规律,成功率会有多高? 雅黎总想一探究竟。 为了这个答案,雅黎至今交了近四万元的学费。 只要闲来无视,她便会有走在各大商场的抓娃娃机游戏厅。 如果手气不太差,每次都能抓满一大袋。 不少机器的洞口边上摆放着看似唾手可得的公仔,其实是商家设下的钓鱼正法。 大量阅览抓娃技巧 游戏厅里知名的观察与练习。 雅黎悟到了抓娃其实不仅是一个拼技巧的游戏, 同时也是老板和玩家的一场心理博弈。 驱使玩家投递的动力,来自于以小代价换取高回报的机力。 因此把握好奖发之间伟妙的分寸,是商家持续盈利的要绝。 钓鱼机里的公仔往往以稍微向外倾斜的角度堆放,实际上难以取出。 从眼花缭乱的迷阵中区分哪些是商家设置的无比动, 哪些是商家有意安排的漏网之余,则是雅黎摸索到的第一个要领。 要掌握更深入的要领,得了解机器的运作。 机器爪子的可摆动幅度、抓力、放爪时间等参数是可通过主板设置调节的。 于是他自己购买了一台抓娃娃机,用于平日研究和练习。 雅黎时常会清空同一台机器里所有的公仔,不少是相同款式。 直到现在,雅黎从游戏厅里抓取回来的公仔有五千多只。 抓娃高手追求的是难度而不是数量。 雅黎认为自己并非高手,不过投入的时间与花销比大多数人多。 我只是玩得很认真。 面对占据了家中一大半空间的娃娃山,雅黎目前要考虑的是他们的去处。 以前舍不得处理这些公仔,因为把他们带回家的时候很快乐。 为此他开通了新的微信和微博帐号,一边和网友交流抓娃技巧,一边出售公仔。 逐渐的雅黎的成就感从抓取。 公仔转移到了游戏过程本身,以前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没法做到。 但也许只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学会这项技能。 策划 潘静松 统筹 陈军 潘伟山 陈伟斌 猜写摄影 难读记者 张志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来了!